HELLO 歡迎來到BUG 領域 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Bug還沒修好就急著上架的 五櫻流離 想不到才刚出新梦派对 马上又来一套魔法时装 也不知道是不是急于更新 再推出第一天 是一套专属动作都没有的普通时装 过几天修好时装动画 但是音乐就还没修好 没办法 只好再给工程师一点时间吧 但是这魔法时装的更新速度 似乎太快了一点 大不如先更新跳舞模式 似乎还比较好 相信许多人也迫不及待 想玩跳舞模式了 但官方现在要推出什么 真的已经不按套路出牌了 就连亚洲赛出现的亚洲奔腾 都直接出现在国际服中 那闲话加长就到这吧 现在马上来开箱 无音流离 Let's go 宣布好消息 马吉兔频道会员开通啦 喜欢频道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每月只要15元 就能拥有会员专属徽章 与留言表情贴图 当会员人数达到一定数量 将会开启下一阶段会员等级 享受更多更丰富的专属福利哦 您的支持就是频道创作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加入一起打造兔兔王谷吧 在紫色大厅里 男主角用美丽的琴声唤醒 沉睡在音乐盒中的精灵 下一秒化身成美丽的女孩精灵 意味着男主并曾经在这浪漫的琴声中 男主试图拉住女孩 露出不舍的表情 仿佛一切只是一场梦 随着音符缓缓落下 现身在音乐盒上的美丽女孩 露芭蕾舞者般华丽登场 这次男女生角色 两人拥有一样的专属动作 不过两者不同的地方 在于从不同视角 来欣赏这次的时装动画 那么你们对于这套时装的喜爱程度 有大于以前的时装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一同讨论哦 这次的欢迎流离 用浪漫的钢琴演奏与芭蕾舞者 作为故事的主题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魔法时装 上架时间与新梦派对一样 为期三个月左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思考一阵子 再决定是否收藏 那么这一套时装好抽吗 其实在近几期魔法时装的 入手数据来看 如果男女两套都收藏的话 第二套已经不需要保底 就能抽出 不像去年魔法时装刚推出时 拿最热门的天使和魔王来比喻 想收藏男女时装的话 几乎两套都要幸运至400才能抽出 最终的东西 最终的东西 一说一言 帮助正与强子 都要完成了 适量的大外界 不广轻的 来 从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箱裡頭變成夢幻的紫色背景 喜欢这类型的专屬个人空间的话 是可以考虑收藏这套魔法式中 在影片后半段 来聊聊近期推出的许多活动吧 首先 当然就是8月21号 星期六的亚洲杯决赛 将由画面三大高手争夺冠军 而且现在赶紧到官方脸书社团留言 预测冠军 还有机会抽免费A车哦 接着是8月21推出的满满活动 1.登陆圣蒙宠 只要在8月21当天登陆 就可以免费领取宠物 OPOPOP牛 就算当天没有登陆 也可以在8月22号到8月29号期间 过指定任务 一样可以获得OPOP牛 所以记得上线领取哦 2.点券理财活动 登陆零点券的理财活动又来了 在8月21号到9月19号期间登陆游戏 就可以将2500点券变成5000点券 3.顺光之翼开回家 在8月21到9月5号期间完成指定任务 并透过砍价功能来降低这台车的入手价格 最便宜还可以免费开回家 所以要记得过任务哦 4.蓝颖主宰的皮肤 号称全名A车的蓝颖主宰皮肤浅行 在近期的活动秋秋推出哦 购买皮肤之前 可先透过指定任务 来领取6折优惠券 所以有打算入手皮肤的朋友 要记得先去过任务再购买哦 5.彩虹独角兽翻场 在道具厂商称作辅助一哥的彩虹独角兽 在许多人努力敲碗许愿 终于把彩虹独角兽给敲出来哦 想在道具厂商爽爽躲在后方 用飞弹炸敌人的玩家 是很推荐入手这只宠物的 另外有彩虹马的朋友 也要记得入手小棒筋 来提升5%的触发几率 否则彩虹马在没有击斑的情况下 触发率确实有点低 6.破风翻场 除了道具辅助一哥 彩虹独角兽就连道具神车 也在这次的活动一并推出 虽然近期有推出子牛 但在道具厂商 兔兔还是较推荐破风这辆车 被攻击有几率触发连去小喷 来提速的特性 这一点真的在道具厂商非常实用 所以喜爱玩道具赛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破风的翻场 最后的压轴 就是拥有强大的转向及飘移特性 在动力及速度也非常优秀的竞速车 亚洲奔腾 因为亚洲杯 竟然提前于国际服登场了 虽然这辆车的外观评价非常两极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辆车的性能 确实在亚洲赛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是否要收藏 这辆亚洲奔腾就自行考量看看咯 毕竟还有许多强试车都还没有上市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